同學老師已經把他全部做完了 所以這樣子全部這裡總共有22種 講錯了有44個按鈕 同學可以數一下 24 6 8 10 12 14 16 17 所以這裡就34 17 x 2 34 然後這邊24 6 8 10 所以這個12點因為這裡有 所以就不用再算了 那現在老師還要你做一件事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乾脆就一次把 這個按鈕做完以後 老師希望你把這些所有的點都怎樣 都隱藏 那同學當然可以一個點一個點的點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比較快速的方法 就是我們同學 同學點了工具列這邊的點以後 然後Ctrl A Ctrl A 就是全選的意思 那把我們要留的部分 把他點掉 點掉就是我們不選他 不選他 OK 那包括12點也不要 我們現在只要把時針跟分針的點 點到就好了 那一樣對他做一個按鈕 操作的按鈕把它隱藏起來 這樣子 我們如果需要按鈕 再把它抓出來 所以我們先留到這裡 那接著老師還希望你做一件事 這個很重要 老師還希望你再做一件事 對不起 來 同學可以上網 上網去找 中面 實中 實中的面 那老師因為之前已經有找過 所以我就直接 老師就直接從我的檔案裡面去找 因為很早以前老師有把它找出來 而且還做了蠻多的 就是找了很多那個 實中中面的圖片 所以同學也是一樣 但是找的時候請記得 不要有時針分針的圖案 譬如說你看老師用這個 這邊的 老師先找了 然後把它貼到PowerPoint裡面 那同學你想用什麼圖片 你就用什麼圖片 如果沒有圖片 那就只好自己做60個格子 這是分針跟時針的刻度的問題 那現在老師因為直接有圖片 當然 因為老師現在在 po上網 老師現在在上傳影片 等下好了是不是 還不錯蠻快的 等下老師再用 等這個待會再用 我們再回來這裡 好 所以這個時候 開了 那因為老師之前就用了 所以這個 看你可以這個也蠻好看的 如果這個是用羅馬的字 也蠻漂亮的 好 那我選這個 等一下我們看看 其實每一個都蠻好看的 好 老師隨便選一個 因為我喜歡水藍的 這有點籃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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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 就是這個圖形可以貼到這個上面來 所以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什麼方式呢 老師同學可以選這個圓心 再選這個圖案 或者選圖案再選圓心都沒有關係 然後到編輯裡面有一個叫做同學看 合併圖片到點 好這樣太好了 好那所以這個時候連外面這個圓都怎樣 都可以隱藏了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跟這個隱藏起來 好到這個一樣我們先用做按鈕 好然後把它隱藏起來 好那我們的圖片就長這樣 那同學覺得說如果這個太長了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我們改變它的半徑 這樣子 一個半徑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所以現在我們看這個圓這個還蠻準的 那接著呢如果同學覺得這個太小就按著Shift 這樣對角沿著對角先拉它 那因為這個拉大以後相對半徑也打大一點點 好那 還有學長他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就是 把這邊 就是石針 因為他不喜歡紙針這樣子 太草率了 如果我們再把這兩個點也隱藏的話 他有學長認為說這樣不好看 好那沒有關係 如果同學有空的話 就可以再製作那個 紙針 那現在老師就先不做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不是 很顯然 這樣子還蠻漂亮的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錯 3點6點沒有錯 好來 然後現在做完了以後 老師希望你文檔文件選項 來第一頁 等一下我們先有一個空白頁對不對 空白頁然後把它往上拉 那老師希望你的空白頁 第二頁就是我們的什麼 這個時鐘 我們把它寫出來 就是 直針分針的什麼 的重合 垂直 垂直線 這樣子就好 然後第一頁同學都知道我們要做什麼對不對 就是拉一個方框 然後寫主題名稱作者跟指導老師 好那我們現在就複製 故意複製 就是複製這一頁 複製這一頁 就是這兩頁是一樣的 然後現在做一件事確定 我們把這些不要的全部都把它怎樣 這個是秒針 這是秒針對不對 同學去看一下 這時候把秒針叫出來 一樣把這個點隱藏起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跟它一起隱藏好了 來編輯 動作按鈕 顯示隱藏 把它隱藏起來 剛剛那個就不要了 我們把秒針也叫出來 所以同學可以看 連秒針都一起讓它跑 然後現在做一件事 把這些東西都把它隱藏起來 因為這些都 包括這些 包括這些也都把它隱藏 包括這些 包括它 然後到這邊再做一個總隱藏 總顯示隱藏 總顯示隱藏 在哪一個 等一下 我應該在這個 同學按一下 好 這都沒有 把它拿到上面去 那這個其實我們也可以不要管它 把它往上拉就好了 好 那這個時候老師希望我們做一件事 來 再拉一個方框 然後標示什麼 標示我們剛剛什麼 第一個先重合 來 重合 然後第二個 我們給它改名字 改字題 用一個標凱題 因為標凱題看起來比較正 比較好看 重合 好 那重合完就有什麼 有所謂的垂直 等一下 不選太多 然後再掛這就是什麼 來 這個就是 第一次垂直 第一次垂直 好 完了以後呢 就開始有所謂的什麼 乘一直線對不對 乘一直線 好 然後再來就是有第二次垂直 我們弄了兩個 第二次垂直 那同學再把它對齊 因為這樣子好像沒有一起 來 我們看這個12點是不是 第一個是不是先重合的 然後這個是垂直 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這是什麼 乘一直線 我把這個有點麻煩 因為剛剛在那邊打架 來 那同學這樣把它拉下來 往下拉 往下拉 然後再來就是M 把它整齊一點 第二次垂直 然後再來一點 老師希望同學把它這樣子 弄得很整齊 這個是 第一次垂直 把它拉好 然後乘一直線 然後它就是會很整齊的這樣對齊 然後這個是很顯然就是 重合的 然後同學乾脆把它對齊好 對整齊一點 所以其實同學還可以把它對整齊 老師沒有對整齊 那同學可以把它對好 其實它會有吸附的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對不對 它會負債 同學這樣過來的時候 它其實會自動排好 然後這是2點的第一次 這個是重合 同學如果很懷疑就 沒有錯 這個是第一次 然後 木對好 木對整齊 然後再來三點的是什麼樣 是不是第一次垂直 所以這邊沒有第二次 然後這個很顯然是什麼 是三點的重合 這三點的 第二次垂直 這邊不要對好 那這個是 可以看到 乘一直線 再晚了就是四點 這個是什麼 重合 那同學就把它這樣拉齊 其實還蠻好 蠻容易用的 不會麻煩 我們希望同學就是把它對齊 對整齊 這個剛沒有對整齊 這個是應該是第二次垂直 誒不對 沒錯 這個材質 第二次垂直 所以同學有時候如果懷疑的時候就 就把它 按鈕按一下 然後這個很顯然是什麼 這個很顯然是5點的什麼 垂直 所以這不能看錯 垂直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是重合 這是重合 所以老師這邊好像有用錯對不對 真的果然弄錯 這是垂直的 這個材是什麼 重合 所以把它拉好 所以同學可以再按按看 看我們的歸納有沒有錯 好 然後就把它整個整個排起 然後再寄給老師 所以老師這部分就錄到這邊 是有種 是有種 可能 是有種 不是有種 是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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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種